第339章 撲凶 陳卓對著會議室裡面的人 二次嘲諷了一次 而電視機前看直播的羅玉文 就當場倒吸了一口冷氣 陳卓難道找到賊斗 聽他的描述 全部都是通緝令上天魔教的教徒 這班人實力最低都是四階北空境 其中陳卓所哥那個很細隻腳的老太婆 如無意外應該就是 天魔教九大護法之一的紅花婆婆 是五階後期的南橋警強者 實力跟自己差不多 這班人居然照無聲色地潛入了金海市 他們究竟想做什麼呢 而陳卓那邊 他是轉動視覺 正對著會議室的大屏幕 大屏幕上面 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 這個人 為何看上去好像很面善 大屏幕上面的人 洗在爬牙笑容燦爛 頭戴比卡超針織帽 身穿海綿寶寶套裝 最關鍵是開尾眼 對眼是大一大 臉還粉過小豬 尖下巴 蛇精面 樣子就像個外星人 這個人 陳卓兒畫了很久 突然才仿然大五 這個不是本卓寶兒 開尾眼開到陳卓 連臉都變成了 區區九角的刁民 居然夾起來 謀害本卓寶兒 真是豈有此理 陳卓生得握緊拳頭 凌空地打了拳 在金海國際酒店 二三樓的會議室 那個細角的老太婆就說 我們聖教金海昏陀 今年備受打擊 先是憲制之眼被摧毀 向四北和劉曼霞 又摧毀在鬼界 教主和聖姑震怒 今天就派老生前來主持大局 我們的主要目標 就是這個陳卓 朱子廖 你在金海市前 複了一半年多 跟大家說說現在的情況 朱永蓮的臉都紅了 胡花大日 我已經改了名叫朱永蓮的了 唉呀 叫了那麼久 死敢決了你才來改名 廢話少說 趕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的情況吧 他剛剛說完 在門外忽然間衝了一個 年輕的社交徒進來 威士暴露了 即是撤來 暴露了? 怎麼會暴露的? 紅花婆婆都吐了吐 他們幾個 是幾天前才潛入金海市 根本還沒開始行動 為什麼會暴露呢? 那個年輕的社交徒就說 是陳卓 陳卓發現了我們的位置 鎮文斯的人已經來了 快走 放亂當中 九個人就趕快落到地下停車場 上了一輛商務車 由那個年輕人開車離開 陳卓的視野剛剛想追過去 剛好見到幾部鎮文斯的車 到了酒店 嗯? 土匪頭都來了 陳卓看一看離開的邪教徒 又看一看土匪頭 視野就追著土匪頭去 羅玉文帶頭下車 進了金海國際酒店 電視台外派攝製組 緊隨其口 整群人上到23樓 進了會議室入面 不過會議室裡頭 就空無一人 但大屏幕上面 還放著陳卓那張美顏相 足以證明陳卓所說話的真實性 羅玉文摸摸桌上幾個杯子說 水還是暖暖的 剛剛走木多久 快點追 一眾鎮文斯的收視 就撤離了會議室 羅玉文掀手機出來 打電話給李可 對於李可來說 這個是將節目推爆的機會 只要可以被蘭木組拍 就一定會協助震文斯辦案 而在周家睡房那張床那裡 陳卓閉上眼睛 笑騎騎地說 嘻嘻 這個土匪頭 傻下傻下 人家都走了 而主持人這一邊 就通過耳機 收到李可的命令 小心翼翼地 紅在陳卓身邊問 陳大師呀 那個豬字鳥屋 他們去了哪裡呀 陳卓閉上眼睛開口說 豬字鳥呀 等本卓寶儀再看看 一路說 他的雙手握拳 雙目緊閉 頭就向後仰 在胸口轉你圈圈 唉 見到了 本卓寶儀見到了 他們在哪裡呀 陳卓的視線 一瞬間定位了那部 荒惶逃轉的商務車 他們開著一部黑色的車 在一條巷裡面 那條巷有什麼標誌呀 比如說 超市呀 路牌之類的呢 陳卓左望右望 沒有超市呀 只有一排舖仔 是什麼舖仔呀 陳卓依次地看過去 靚女突骨 小紅理髮店 沙沙正骨推拿 主持人打側頭心想 怎麼這麼熟呢 聽起來 黃鼠狼在旁邊 暗暗沉沉沉地說 這就是 更海國際酒店 後面那一帶咯 哦 主持人 一副原來如此的表情 找了一個 沒有人的角落 對著他耳機就說 導演呀 我知道那裡是哪裏了 你可即時回覆他 我便知道啦 作為金海人 有誰不知道 國際酒店後面的街區呢 鎮雲絲的車裡面 羅玉文是開著手機 在看收視之典的欄目 手下就開車入了一條小巷仔 手機屏幕上面的在線人數 已經過億 同時打破了國內 無數欄目的在線人數紀錄 屏幕上面 陳卓就像一個算命的盲佬一樣 嗯 他們開出一條小巷仔 出了大路了 主持人就問 那這條路 有沒有什麼字 又或者是店舖這樣的東西 嗯 登牌上面 就寫著廣原路 還有一間很大的超市 第340章 放你都不生 同一時間 請到逃亡的商務務車裡面 副駕駛位在那裡 紅花婆婆開著手機 在看收視之典的欄目 登牌上面 寫著廣原路 還有一間很大的超市 紅花婆婆就馬上跟開車的年輕人說 不可以走廣原路 走另一條路 那個年輕人 軚盤一轉 在一個路口那裡 就轉入了另一條路 由於直播延遲的關係 一分鐘之後 手機屏幕上面的陳卓 又開了鑽口 嗯 他們換了一條路 這條路上面沒有燈牌牌 有一間叫做 星光理髮店的店 拿著手機的紅花婆婆 真是一面難以自信 現在簡直就是實時監控 他們所行的路線 如果說沒有內部成員發送位置的話 他真是不信有哪個收市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紅花婆婆 就用懷疑的目光 看著車內骨幹成員 一個一個 騰了雞 嚇到臉都青 不過這樣看下去 他們又不像假裝 他們全部都是金海市的骨幹成員 沒有理由會背叛性交 司機偉的年輕人也有點慌 聽到手機上的內容 就問 胡法大人 那現在怎麼辦 還行不走另一條路 金海市晚上 有鎮文師的車巡邏 連油袋那些鬼 都被那個精神病教唆了 在鎮文師那裡登記在案 意思就是 一路上有很多潛在危險 沒有鬼可以幫到他們 甚至還有可能暴露他們的位置 紅花婆婆想了一會 還是落定主意 轉個另一條路 陳昌用上帝視覺觀察著這一片區域 就像貓竹老鼠一樣 邪教徒的車子在前面 拼命地走 鎮文師的車子在後面拼命地追 而修士之爹的節目 陳卓做到瘋狂地吐槽 這兩支你追我講的隊伍 他們又轉彎 去了武路登的路口 本桌寶儀見到一間幼稚園 叫春光幼稚園 他們走了 去了一個工地 工地的大鐵架還會動 修士之爹的彈幕 就在滾動插屏 卓寶儀愛妾就說 他逃 他追 他們差吃難飛 有一個叫我家嚴大人的 就發彈幕說 精神病人你們惹得起嗎 現在死啦 笑到阿姐面膜都爆了 那些觀眾在看熱鬧 但邪教徒的商務車 就拼命地走路 紅花婆婆都忍不住這個吐槽 我真是想不明白 這個神經病 怎麼會咬住我們不放的 是不是你們 誰被騙了他 朱永年 趕快撇清關係 我沒有跟他打過什麼交道 不過我聽說 有些人說 前段時間 綁架了別人醫院的院長 我想 是幫別人的院長報仇吧 朱字了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我都是照著上頭 我叫做事而已 難道這樣也入我了 另外一個跟他年紀差不多的邪教成員 出聲反駁他 我不是叫朱字了 我現在有名的 叫朱永年 你呀 我和你打了十幾年交道的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嗎 怕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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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幾個傻子去標別人心 還要標錯心 喂 朱字了 你現在不是找交捱 我現在說事實而已 坐在副教委的紅花婆婆 被他們兩個吵到煩了 喂 你們兩個死老爺 吵夠了嗎 罵完他們兩個 還沒有忘記跟司機說 喂 自由暴露了 轉去另一條路 盡快離開金海市區 那個朱永年這個時候提議 說 紅花護法 你倒回視頻轉頭 找到問題的根源 說不然 可以找到應對的方法 呃 你會回放的吧 剛剛和朱永年 爭辯了 那個成員就說 你以為 個個都好像你這樣嗎 現在才換智能機 紅花護法 你倒回轉頭 看看究竟是否因為我 才被這個瘋子老 咬不放 如果是你 那怎麼辦 朱永年這個時候 忠氣十足地反問 那我就下車 我免得連對大家 好啊 你說了就對了 紅花婆婆也免得理他們 將視頻 回放到陳昌剛剛出場的時候 加快速度播放 哇 畫得好醜樣啊 本卓寶怡見到一棟大廈 朱字鳥 嘩 一個是一個 那麼岩慘 煞時間 車裡面所有的人 面口黑光 望向一面懵B的朱永年 紅花婆婆 舉起手機 屏幕停頓在周蘭的遺像界面那裏 朱永年 這個叫周蘭的靚妹仔 是不是你弄死的 這個朱永年 懷疑這個懷疑那個 就硬是沒有懷疑到自己身上 這個時候 他終於明白到 什麼叫做 凡事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我 我 我查過他的背景 普通家庭來的 我 都不知道 他家人 找電視台 騰了 朱永年 連說話都開始 嘴巴 剛剛被他 屈個成員 終於鬆了一口氣 別這麼多廢話 你是按照我剛才所說的 不要拖累大家 下車 不要丟下我 我是聖膠立歌功 再說 我知道你們的身份 萬一到時我頂不順 真文獅那些傢伙的嚴刑拗打 你們都不安全 紅花婆婆 冷笑一聲就說 嘩 威脅給自己人 是吧 別忘了 你兒子剛剛加入了天魔教 你兒子在哪裡讀書 天魔教一清而楚 的 商務車 很快就在市郊的路邊 開始減速了 接著 有一堆黑色的東西 被人丟下車 丟完那堆東西之後 商務車就趕快加速 揚場而去